第二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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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們接下紅包笑容滿面 有了這一筆補助不只能夠減輕一些家庭負擔 也讓他們在學習道路上得到更多資源 看到社會各界善行人士這麼熱心來幫忙 也讓這些小朋友感覺要更加努力用功 報答他們的恩情 就大家講學費或者是畢業旅行的 謝謝這樣 應該是買書或是買文具之類的 為激烈與肯定弱勢家庭血統認真向學 並為社會培植人才 埔里中心獅子會 特別聯合山民水秀及務社等七個分會 大家共同凝聚愛心 共發放25萬元獎助學金 加會90名的國中小學童 他們的成績是受到自己的學校的老師的肯定 推出來的模範生 然後由我們中心獅子會贊助每位學生2000元 及獎狀以之鼓勵 讓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有受到我們的關懷 讓他們更加積極的向學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棟梁 身為獅子會有的議員學阿甘 勤勉學生建好學習本分 好好聽從市長的話孝順父母 同時也期望藉此達到拋磚以獄的效果 呼籲更多的人一同參與社會公益的活動 我想在他們求學的道路上也會一路走得更順暢 希望這些孩子大家認真讀書 好好的學習 尤其是品性操守 一定要盡注意 希望借助獎學金的發放 能夠喚起社會上很多人 可以拋磚以獄 有能力的人大家一起來做好事 副議長潘一泉感謝市職會 長期盛跟公益關懷弱勢 讓學童能夠獲得資源依注 並勤勉學子 受人點滴擁權以報 日後成功莫忘記幫助有需要的人 民意新聞 宏一倫 博理採訪報導